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人是看得很透彻的 它主要是从反省以批判的角度来写杂文的 所以知识分子具有的那种天然的独立的批判精神 就是他们的一个功能 社会有这么一些所谓不和谐的声音才能够进步 大家都好像表面上很和谐 所有的声音都是一致的 这些社会沉闷 从这个角度来说 鲁信的扎文他的批判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我们不能够被所谓的尖刻 骂人之类表面的印象所左右 轻视乃至抛弃了这份可贵的精神遗产 那么读鲁信的扎文 但是它不是一个优美的享受 而是一个思想的爬坡 读鲁信的扎文不是一种享受 是一个思想爬坡 鲁信的扎文能够活跃思维 它不断地拷问你 引发你很多思索 所以鲁信扎文的分析 论断经常都对读者的习惯性思维 构成一种挑战 但细节体味你又不能不承认 它内在的那种深刻性和说服力 常常有人把鲁信的扎文 比作未尽文章 什么是未尽文章呢 鲁信刺激也曾经对此有过一个研究 他写过一篇文章叫 未尽风度之文章 及药 未尽风度之文章 与药及酒的关系 标题很长 他认为 未尽文章 就是四个字 哪个四个字呢 清俊通托 清俊通托 他解释说 清俊的风格 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通托是什么 就是随便的意思 此种影响 此种提倡 影响到文坛 便产生了多量 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的通托之后 废除固执 所以能充分的容纳 异端和外来的思想 故恐教以外的思想 就严严融入 引入 就讲的是魏晋时期了 这就是说 没有八股式的 那种 规格教条的束缚 思想比较明朗 个性比较鲜明 表现越耀眼不凡 简约严明 具有说服力 这是魏晋文章 是鲁信所喜好的 那么鲁信很喜好 孔荣也是魏晋的人士 和竹林齐贤 里边那个远吉 纪康他都喜欢 尤其是纪康 这对他的扎文 有直接的影响 魏晋文章 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 鲁信这种扎文 这种文风 我们社会的结束和评价 也在发生变化 比如说四十年代 解放期 五六十年代 鲁信的扎文 就是不那么实性 这种批判性的 杂文在当时 就不是很受欢迎 那么现在我们处在 相对和平的年代 对鲁信当年那种 比较严酷的 政治社会环境 已经有所革没了 就影响到我们 对鲁信杂文的理解 所以有些读者 现在不怎么喜欢 鲁信的文风 是可以理解的 所谓刻薄骂人等等 如果拉开历史基地 抛弃那些 具体的人士 恩业 过例一下 我们就领略到 鲁信杂文 这种独特的风韵 和他那个 巨大的那种思想力量 所以读鲁信杂文 特别是一些 论战性的文章 要理解鲁信 是怎么骂人 通常我们说的骂人 是不是一样的 就签写到 对鲁信杂文 一个显著的特点 的理解 叫做 勾勒社会向 类型形象 所以下面我们讲 第三个问题 就转入到 对鲁信杂文的 具体的一些 鉴赏分析了 就第三个问题 勾勒社会向 类型形象 鲁信杂文 善以写社会向 他善以写社会向 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 社会风俗 社会面貌 是吧 而是社会 事态的神祟 这是社会某种 人群的心理 集中表现 某些言行 言行 形貌 成为一个类型 所以有人有的学者 就称之为 社会向类型形象 就用了这个概念 那么在鲁信的杂文中 著作中 常常被称为 四象 四式的形象 人间象 其实都是 社会向类型形象 那么鲁信 把杂文作为一种 批判的武器 无情的揭露 社会上一切的假面 和伪装 显示他本来的那种 储恶的本相 那么这种质感的形象 这个社会像 类型形象 就让读者 联想到生活中的 见到的各种嘴脸 包括形形色色的 社会心理状态 鲁信自己也说 他论识是不留面子 贬固必藏起内心 论识是不留面子 贬固必藏起内心 就是这个意思 鲁信在论废额破赖 应该缓刑 里边呢 讽刺了一个巴尔狗 意思呢 是指那些 攀附 钱贵 却打着宫里的招牌 是吧 打着宫里的招牌 装作温柔敦厚的模样 还自称是正人君子的那些人 所以鲁信呢 其实当时 当年他是批评 陈希仁的 是吧 是把他们描绘成哈巴狗 其实呢 这不是攻击过人 而是针对当时 社会上的一种心理现象 一种文化现象 就把它类型化了 陈希仁这是一个代表 类型化了 所以鲁信这篇文章很著名了 以前呢 都选到中学课文里面 那么这几年呢 把它不选了 就是现在我们要讲 这个活谐社会 大家都不太喜欢 这种论争的文字了 但其实 它很能够代表鲁信 杂文那种论战的风格 而且鲁信呢 他也只有公敌 没有私仇 当然他也是人了 有时候他也会有一些 这个义气 也有他私人的一些感情 但他写文章的时候呢 即使有那个私仇 过人的仇 也会上升为一种对社会心理 社会现象的分析 那就变成功敌了 是吧 所以鲁信 杂文呢 抓住一种现象 一种社会现象呢 他常常喜欢漫画式的描窝 突出它的特征 是吧 抓住那个特征 把它描写出来 给人的印象很深 引起联想 就想到生活中 类似的现象 比如说他写狗 狗像 分别代表不同的类型 那么每一种呢 都有讽刺的内涵 他写狗其实是写人 是写社会上的心理 譬如说巴尔狗 是每一个破衣服的人走过 他就叫起来 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志 或者是处死 却比他的主人更严厉 他写的是一种社会心理 狗障人士 人障 狗障人士 这个丧家犬呢 不太一样 你看他怎么写丧家犬 即使无人圈养 饿得金兽变成野狗了 但是遇到所有阔人都寻粮 遇到所有的穷人都狂妇 你们看到狗是不是也有这样情况 但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还有呢 曾经是激烈的狼 现在比寻服了 失去了野性的狗 当奴隶了 地位虽然在主人之下 但总在别的统治者之上的 殖民地 地上的 杨大人的虫犬 鸡鸡不可终日 一有变化 他们就另换一副面孔的 不忠实的狗 等等 你看写了很多狗像 实际上这狗像呢 就是人像 就带有这个社会心理的分析 这是鲁信扎文的一个拉属好戏 除了这个狗像以外 你看他写的有些更生动 还有当树作圈养 分作余制的时候 也要装得活着 贵公子并非一伙的二丑 脖子上挂着小林玉 当作知识分子的非章 把羊领入屠城的带头羊 虽然背叛了革命 从反革命那面看来 是门面太小的革命小贩 他写个狗 他写了革命小贩 等等啊 还有革命公投 还有扬肠恶哨等等 所以鲁信扎文呢 经常都出现这些类型形象 社会上类型形象 给人的印象很深 留下来了 普通生活中 大家可能不经意 就会使用这种说法 这就叫共鸣 像巴尔狗 资本家的发肘狗 杨昌恶哨 西仔 革命小贩 二丑 政治奸商 无闻的文人等等 都是概括力很强的 社会上类型形象 所以鲁信的批判呢 不同于一般的思想评论 他把自己的批判风望 始终对准人 对准那个人的心理和灵魂 这就是一个文学家的观照 鲁信的扎文呢 勾勒很多社会项 虽然好像在批判某一个人 其实呢 是贩子 这些形象都带有一种普范性 我们为了细致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这里呢 在几一个文章 叫历史存照 作为例子 来看一看 这篇文章历史存照 这样写啊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 缺点之在已 有些人安逸自驱 并如此想驱人 譬如病人犯着佛种 而会及记忆 但愿别人浮屠 误认为他肥胖 就自己得到病了 不想去看病 希望别人认为自己不是病人 并不是佛种 好像你看跟讲故事似的 妄想既久 十二刺激也就觉得肥胖 并非佛种 就是产生了一种心理幻觉 结果呢 自己就陷入了这种妄想了 即使还是佛种 也是一种特别的好佛种 以众不同 佛种很有好的 如果有人当面指明 这非肥胖 这非诽谤 而是佛种 并且 不好 病而已 那么他就失望 他就写得非常的有意思 他就失望 就含羞 就不好意思 以示承诺 骂子民者 以为分梦 分枫 然而还想吓他 骗他 又希望他 未继主人的愤怒和骂眼 揣揣地再看一遍 细心加粗 改口说 这的确是肥胖 希望别人呢 受到自己的辩白 反驳 辱骂以后 说好了好了 你不是佛种病 你是胖 以示他得到安慰 高高兴兴 放心着佛种着了 你看这个文字 实际上他写这种佛种病 什么意思呢 也是一个社会象 就是说 平时一说到佛种病 就是自欺欺人 有点阿Q 这个类型形象 所以我们看 鲁信杂文里面 经常使用这种类型形象 社会象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鲁信写的很多了 现在都变成固定的词了 一个共鸣了 像发走口 革命小贩 二丑 政治奸商 楷游者 吃革命饭的老英雄 无文文人 等等 很多 都是一种定格 所以鲁信的杂文 就有这种定格的功能 非常厉害 他概括了一种社会象 给他命名 定格 然后传播开来 激电下来 就变成一个外号 扔都扔不掉了 就麻烦了 这个梁氏秋也就这样 很可怜 背了这个发走狗一辈子 到了七十年代 到台湾以后 他还在变白 是吧 这鲁信呢 就是 当时他要批谁 谁就出名了 谁的书就好卖了 这个文学作品呢 往往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 有一类呢 叫做典型 典型呢 是有高度概括力的 过性化的艺术形象 典型的特点 就是这一个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 是非常个别性的 独特的 同时又是高度概括的 是往往代表了 某一个群体 某一种精神现象的 是吧 像RQ正传 那里面的RQ 就是文学典型 首先它是一个 个别性的 这个形象 个别的形象 有个性的 但同时呢 又代表社会上的一个 常见的一种 精神现象 再注意啊 典型是有个别性的 有独特性的 像RQ 它是一个 很难重复的 这种文学形象 典型是这样 但是类型呢 类型形象 跟典型是不一样的 类型形象 顾名思义 它是代表 一个群体的类型 主要是代表性 是共性 不一定有独特性 是吧 它是一个 集合性的一个形象 就是这一群 不是这一个 所以类型形象 不是具体的人物 它是可能有 言行 但是也要 从这个言行里边呢 这个 衍生出去 衍生出去 比如说梁世秋 在阶级矛盾 尖锐的 正式化的时期 鼓吹 超阶级的人性论 是吧 那鲁信当时揭露了 是吧 把梁世秋说成是 上家的 资本家的发走狗 那么现在听起来 当然有点 有点刺耳 时代不一样嘛 资本家现在都 变得令人羡慕了 是吧 但在三十年代呢 资本家是令人厌恶的 上家的 资本家的发走狗 指的是梁世秋 但绝对不完全是梁世秋 个人 它是代表了一种 类型 一个社会的一种 共同的现象 是吧 所以这个社会像 这个类型形象 就是这个意思 是叫共像 是一个标本 一种集体的名词 很形象 但是很丰富的内涵 所以你们看鲁信的词文 看得多了以后 就会看到 中国社会的一种 重心像 重心像 有人说 是一种四项展览 因为它写了很多 四项展览 四项大全 这是鲁信的词文呢 不同于一般散文的 一个很突出的方面 也是它的 美学的价值观 这是第二个特点啊 我随便讲的 形象性是有关系的 我们说 它是百科前书式的 精神实体 也是说 我们看它的词文呢 可以看到 中国的种种人像 种种的社会像 有关系的 在这种旅行的 是一种旅行的 各种旅行的 作词文 是一种旅行的 是一种旅行的 都在这种旅行的 是一种旅行的